咱们聊一下诺贝尔奖 这个我周四的直播的时候聊过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已经很奇怪了 他化学奖没有给化学奖 物理学奖没有给物理学奖 都给的是一些工程师搞AI的一些人 以后呢这种方面呢也可能会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认为以后可能就直接给AI了 就不要再给人了 然后你再看看他这两天的文学奖和和平奖 我觉得就更加离谱 我个人觉得诺贝尔奖可以算了 收拾收拾行李省点钱 大家都走人算 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沦为了西方的一种宣传工具 确实是这样 我还想稍微提一句 我自己来美国是因为我是福布莱特奖学金的获得者 因为我是瑞典的福布莱特奖学金的获得者 当年我还被邀请去参加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 我没去 因为我当时人在台湾在工作 但是我有获得邀请 当时还是挺高的一个荣誉 我后来去不了 我自己还真觉得挺遗憾的 但我确实是太忙了 那个时候没法去 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诺贝尔奖真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明确的 他可能一直都是这样子 都是一个西方的宣传工具 但是现在呢 我就觉得这几年可能更加明确的沦为 正式的西方的宣传工具 以前他稍微还注意一点 那我觉得现在看来越来越看来 就以前可能还是和平奖是工具 文学奖多多少少还要考虑一下 这个文学水平这个作家的 他的这个文学的价值 就他的书的质量 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还考虑一些 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不考虑了 今年的这个得奖的 这个南韩的这个女作家叫韩康 我当时听说这个人得奖 我马上就有一种感觉 我就说他不会是因为他书写的好 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这两天查了一下 果然就不是这么回事 他出名的是两本书 一本书叫速食者 还有一本书叫人类的行为 人类的行为这本书 是在朴槿惠的时期 是被南韩政府禁掉的 原因是他这个人类的行为 讲的是光州起义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是朴槿惠的父亲 朴正希把他给镇压下去的 那他这本书就讲的是这些人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的幸存者 他们就很多人很难受 因为这件事情被镇压的时候很残酷 有些人死了 有些人一生都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残疾 包括心理上的伤痕 然后他特别还说了 这件事情以后的幸存者当中 自杀率是11% 也就是说比正常的人群要高很多 那就说很多人是留下了心灵的创伤 被吓着了 被吓出毛病来了 就这意思 所以他这本书呢 朴槿惠做总统的时候就把他禁了 那个素食者呢也挺有意思 讲的是一个女的 她呢做了几个梦 连着几天反正老做梦 结果醒了以后呢 就决定自己要吃素 吃素呢就吃素吧 但是呢他就受到了这个社会的 对他的不接受不理解 甚至去欺负他 误辱他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呢他呢还是很坚韧的 我就是要吃素 就这个事情 这本书呢也是有争议的 到现在的韩国呢 有一个省 我忘了是哪个省 反正是禁止这本书的 就是禁止学生去读这本书 原因呢 他们认为这本书呢不教人好 你第一 把这个吃素这件事情呢 给说的是挺大的一件事情 好像变成了 就是说不吃素的人 变成是坏人 另外呢 你还去煽动这些年轻姑娘 因为他说起来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 如果周围的人 对你不理解 你也不能放弃 好像听上去挺有道理 但事实上不就是说 当你的家长老师都要求你 不要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反抗 其实他鼓励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论 就是说他为什么得奖 他是这么说的 说他是因其强烈的失忆散文而受到认可 这些散文探讨了历史创伤 并反思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性 讲的就是这个 他当然还不止这两本书了 就这两本书是他最有名的两本书 可以说是因为这两本书才得的奖 你去看出来 他这个一看就是那种 给自己的国家要带来麻烦 一个他是在那骂朴景慧的父亲 朴正熹 朴正熹人是已经死了 但朴景慧还在 还当了总统 那肯定是 作为朴景慧来讲 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教这个女学生 年轻的女学生 第一呢 把这个吃素这件事情 变成是好像 我是吃素的人 我比你高一等 你们都是吃肉 你们都很野蛮 他就是这样子 其实吃素这件事情 本身我其实就觉得挺奇怪的 本身吃素这个事情 你喜欢吃素 我喜欢吃素 那是我们的事情 别人不喜欢吃素 那就别人不喜欢吃素 这个在中国也好 在别的国家 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吃素的人 我认识有吃素的朋友 在台湾 在马来西亚 什么都有 好像这不是什么事情 你吃就吃吧 对不对 但是在西方 这个吃素的人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 就是那种吃素的人 好像他就挺瞧不起 那些吃肉的人 他就觉得他比你高一等 西方很多事情 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很正常的事情 他会给他变成一种 很奇怪的 他会变成是 我高你的 他永远是 就这种种族意识 带在各种各种 就是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 那些恨川普的人 他就认为 你选川普 我就比你高一等 你选川普 就是你无知的表现 就是你肯定是 种族歧视的 白人至上的人 我不选川普 我就比你高一等 就是还不是说 我单单不选川普 我一定要选哈里斯 或者我要选拜登 我就比你高一等 你只要不选哈里斯 你就不选拜登 就说明你傻 就说明你不明白 就是这样子的 就很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完全不应该 造成矛盾的事情 在西方就是这个 造成矛盾 所以这个吃素 这件事情也是这样 对不对 本来吃素不吃素的 就是你个人的事情 你管好你自己 你爱吃就吃 不爱吃就不吃呗 但是我觉得之所以 韩国政府觉得 这个这本书 我不想鼓励他 就是因为他 宣扬的那种吃素 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吃肉的人 都是有问题的 不仅仅如此 如果家长 老师有劝导说 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 你应该吃点肉 那也不行 这个他还教孩子 他还鼓励 他这本书的意思就是 你要反抗 你不要去听 别人觉得你是不正常的 那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是不是 跟那个LGBT 就是马斯克 他的儿子变性 这种事情 不是一个意思吗 对不对 就家长的话 你不要去听 你要想变性 你就去变性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鼓励年轻人 去反抗 就不要去尊重老人 不要去尊重过来的人 成年人对你的 其实大家都是过来人 对不对 那过来的人想法 就是说你现在想变性 等你年纪大了 等你成人了以后 你再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不行呢 你等到你30岁 再想变性不行吗 你为什么非要十几岁 对吧 但是他现在就是 想鼓励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想宣传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人得奖 是这个原因 这个韩康 这个女的作家 也就是说 因为他写的书 事实上就是在给 韩国政府 给带来麻烦 就这个原因 咱们再看这和平奖 和平奖得奖的是 日本的一个团体 叫做日本核弹协会 这个团体是个民间团体 是一个草根团体 他主要做的是两件事情 一个他是要求日本政府 补偿给那些 在核弹 袭击当中死亡的人 他们的家属 给他们补偿 他一直不停的 要日本政府 给他们补偿 还有一个 他是致力于说 大家不要再打核战了 不要用核武器 那么诺贝尔和平奖 给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鼓励他 宣传这个不要打核仗 这一点呢 我觉得没有错 但是 是反对核武器的人 有的是啊 你为什么要单单 给这个组织啊 你也看得出来 这个组织也是一个 给日本政府 找麻烦的组织 因为他天天在那 管日本政府要钱 要他补贴 给这些死了的人 而且我们仔细想想 从中国人的角度 考虑一下 那些死的的人 被核弹炸死的人 真的是很无辜的人 那个时候的日本 是很疯狂的 很有名的就是 你当时要看 当时的报纸 他会宣传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有一件 很有名的事情 就是说夫妻两个刚结婚 这个男的要去上战场 去战场去哪 就是去中国 然后这个女的呢 就等于是留在家里了 然后这男的就说 你等着我 我到中国去 我打完仗以后 我会回来 这个这女的怕他太心思 放在自己的身上 居然就自杀了 就是为了让这个男的 一心一意的到前线去 去拼杀 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时日本的社会 就是这么疯狂的一个社会 所以你说他这个社会里 有多少人 真的是无辜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本身他这个核弹 扔在日本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本身就没有做的 有什么错 你考虑到日本人在 不仅仅是中国 在整个亚洲 他的那些 残酷的那些行为 本身就没有什么错 这个把整天的 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 我觉得我 我对这个本身就有意见 如果你要是为了反核的话 事实上 南美国家 很早很多年以前 就签过一个核协议 就是说 大家 我们所有的这些 南美的国家 都不搞核武器 你不觉得这个 他们签的这个合同 这个协议 是很值得鼓励的吗 他们并没有 因为这个得奖 所以你要是为了 反核的话 你其实应该是 更多的去鼓励 这一类的行为 而且反核的组织 美国也有 西方的国家也有 到处都是 对不对 他非挑了这么一个 日本的这么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本身 我觉得也不值得 同情的一个组织 因为是日本人 他们自己受害者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自己政府造成的 而且这个组织 还是一个给日本政府 带来麻烦的 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是什么 就是说 你要想得诺贝尔奖 你就是要给自己国家 带来麻烦 你要多多少少 给自己的政府带来一些 让他不快 不管是这个 韩国这个作家 还是日本的这个组织 还是我们看看以前 在中国得奖的 比如说莫言这样的人 在那抹黑中国 中国这么创造了 这么大的一个奇迹 这个没什么好写的 一写就是中国如何落后 如何莫名其妙 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尤其是写到那种 人性两性之间那种事情 他总是写的 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 就这样的人就得奖 更不要说得和平奖的 什么刘晓波 什么达赖喇嘛 这些都是会制造 这些都是会制造 不和平给这个社会 带来不稳定因素的人 而你真正 比如说中国促成的 沙特和伊朗的和解 大和解 这个呢 是不会得诺贝尔奖 真正对和平有意义的事情 你是得不了和平奖 你一定要是制造不和平的人 你如果说 我想鼓励这些奋斗 为了和平 为了什么民主 为了人权等等 我要鼓励这些组织 那你看看有没有哪一个 西方的这种组织得奖 有吗 我能想到的就 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说Jeffrey Sacks这个人 他一直反对美国政府的这种 没完没了的打仗的这种外交政策 我觉得他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 还有一个组织叫Yuhuru 中文叫乌乎鲁 这么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黑人组织 他们是属于左翼的 相信社会主义 相信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组织 它应该是整个非洲的一个组织 然后在各个国家都有 然后它在美国也有 这个组织呢他是相信共产主义 相信社会主义 但他做的事情是很实际的 他就是到那些穷人的地区 然后呢去帮助穷人组织起来 大家一起帮助你怎么盖房子 怎么种地 自给自足 很和平的一个组织 他主要集中在圣路易斯和佛罗里 里达州的有一个地方叫圣彼得堡 主要是在这两个地方活动 而这个组织呢现在受到了迫害 他为什么迫害呢 就是原因就说他跟俄罗斯有什么搞不清 他现在最后法庭给他判下来 说他呢不是俄罗斯的间谍 不是俄罗斯的特工 但是他呢有罪的是什么叫做密谋冒充未注册 俄罗斯间谍 俄罗斯特工 那你说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起的特别特别的模糊 什么叫做密谋冒充 既然他不是一个登记的正式的特工间谍的话 那只要他 比如说这帮人坐在一块 想讨论一下咱们一块去俄罗斯开会 那这个算不叫做密谋 他曾经去俄罗斯开过一个会 这个会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会 这个会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参加的 就是俄罗斯组织了一些 邀请了一些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聊一聊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事情 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 所以跟特工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就这个会呢就是给他带来了麻烦 现在这个组织的四个主要的成员呢 现在都被定有罪 就是这个密谋 为登记俄罗斯的特工人员 为登记就是说他不是正式的 但是他不管 反正他有密谋就可以了 那这个密谋怎么叫密谋 也不用说清楚 反正他认为你密谋了就密谋 那这个组织 难道你不应该给他一个什么和平奖吗 他是和平的呀 他是帮助一些穷的地区 帮助穷人自给自足 很重要的 他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的 然后现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 那这个组织为什么像这一类的组织 你有没有看到过诺贝尔和平奖有给他 没有 因为他反的是美国 他是不听美国政府 迫害他的是美国政府 他甚至没有反对美国政府 他就是你别来管我 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了 我有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但是美国政府就不放过他 难道这样的组织 你不应该去鼓励一下吗 如果你要是整天鼓励的 就是今天这个反对自己的政府 是为了这个什么民主这个那个的平等人权 明天那个组织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西方的这种组织得这种奖 这不是很明确的 就是想把你们别的国家搞乱吗 唯恐天下不乱 而这个天下只是西方以外的 任何国家都可以 今天是南韩 明天是日本 接下来要不是中国 要不是随便什么什么国家 所以现在可以得出结论 还现在还不仅仅说是这个和平奖 变成很政治性的奖 现在连文学奖也变得非常有政治性 就是他不再去管你这个文学水平了 这个书写的水平了 从文学角度来讲 他不去判断了 他就判断你这本书 你是不是有去抹黑你自己的国家 你是不是有去给你的国家的领导人 带来不适 带来麻烦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得奖 这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和诺贝尔和平奖 太明确了 我不能不说两句 非常令人失望 当然可能也没什么可失望的 他以后可能就这样了 这个奖就纯粹的变成是一个西方的宣传工具 好吧 那我们先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点赞留言转发订阅 谢谢 谢谢